其實有犯累 對 然後就是一直在想說 不要情緒太激動 然後希望可以好好的 穩穩的 所以今天沒有到爆哭 但是就是有微微的落淚這樣子 然後爸爸的話 應該算是硬硬硬硬住了 剛好在幾個月之內 然後就嫁了兩個女兒 所以前面有一點彩排了 後面就心情好一點 不過養兒方知父母 聽到女兒在虛速當中的甜點滴滴 還是忍不住濕的眼眶 昨天睡得還不錯 其實反而沒有什麼緊張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就是 東西都已經settle好 預備好了 然後我反而還蠻平靜的 然後就跟伴娘們一起 就是聊聊天啊 敷個面膜 然後還蠻輕鬆的 今天一整天也都沒有緊張這樣子 我罵本衣 喔我罵 有有有 其實有泛淚 對 然後就是一直在想說 不要情緒太激動 然後希望可以好好的穩穩的 所以今天沒有到爆哭 但是就是有微微的落淚這樣子 然後爸爸的話 後來應該算是硬硬硬硬住了 還OK 你可以分享一下 請問你當時的心情怎麼樣 嫁女兒的心情 這個剛好在幾個月之內 然後就嫁了兩個女兒 所以前面有一點彩排了 後面就心情好一點 不過養兒方知父母恩 聽到女兒在敘述當中的甜點滴滴 還是忍不住濕的眼眶 然後剛好Sandy結婚的這一天 阿公阿嬤他們都沒有辦法來參加 在家裡 阿公最近有點身體的一個問題 剛剛參加那個馬拉松比賽 一個人跑四十幾公里 很辛苦 沒有啦 他現在在家裡休息 最近這個 終究是高齡了 八十八九歲 阿嬤也九十歲了 阿嬤也帶上很多的一個祝福 所以太開心了 妳是我這一輩子 看過最漂亮的新娘 這是真心話 對啊 所以那個亡羊開先生 我很滿意這個女婿 基督徒 然後個性就非常的溫和 可能跟我相處的時候 都是這樣 然後搭籃球好不客氣 直接直接灌我的籃 哎 因為要灌我的籃 只要站好就可以灌我的籃 不然 他個子又高 然後 性格很好 兩個人之間啊 點點滴滴 我一路 參與到底 爸爸說過 生 養 交 陪 女兒結婚 就是爸爸在賠的部分 賠錢的部分 陪伴的部分 你可以先進去就座嗎 我剛剛在裡面看了這個直播 然後就是現場的 剛剛有來了好多來賓 然後我都覺得非常的感謝 就是每一位來 都在細細的數算 當年 我說每一位來 他們都在細細的數算 當年他們結婚的時候 憲哥把我給他們多少 然後我想說 哇 怎麼會這麼客氣這樣子 其實主要是希望大家 可以來這邊玩得開心 那如果真的有祝福 我們當然也是 就是非常的感謝這樣子 對對對 這個我要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 原來它是非常低調的 那我們圈內幾位打擾 我要特別打電話 小燕姐 飛哥 瓜哥 都是我們的長輩 但是呢 因為疫情期間 我們就不麻煩大家 因為還要來 人家給你最大的祝福 也不能讓他們置身於危險當中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防疫 還是要做得特別好一點 除了這比較恐慌的區塊 我們在口罩 其他我們還是都要戴好 好不好 然後也謝謝 得到這麼多人的一個祝福 剛剛那個艾爾利集團的那個執行長 哇靠 那一包我剛剛特別算了一下 是 不要再說了 實在是很棒啊 謝謝 那一包應該是要給我的 沒關係 我們禮金組全部都是我的暗裝 你可以放輕鬆 有沒有要說什麼話的 是爸爸媽媽嗎 有有有 剛剛在裡面有那個 謝青恩已經先完成了 那當然就是 呃 我有講到就是 其實我 因為他的關係 我從出生就不是一個 一般的人 所以就是 因為他 我的人生變得很特別 然後 我很感謝他讓我的 呃 成長的路程當中呢 有很多不同的 跟大家不一樣的 然後甚至比較精采的 比較有趣 比較繽紛的地方 那當然我也是謝謝他 就是 呃 在我的生命當中 當我有很脆弱委屈的時候 或者是 呃 打電話給他 哭著抱怨 或者是哭著難過的時候 他都會 呃 就是 安慰我 然後用最Man的那種方式 他只會說 不要哭啊 爸爸在啊 不管怎麼樣 爸爸會在啊 我覺得這個是 我非常非常感謝 然後也一直都覺得 呃 就是很 很珍藏在心裡面的回憶這樣 呃 呃 幫記者朋友 大概這個 解解開這個迷惑 很多人說 欸 Sandy在藝能界裡面 那麼多年的時間 呃 沒有過緋聞對不對 那有啊 有一次不是有一個毛茂南嗎 還在什麼泡溫泉的地方 被抓到嗎 對不對 還拍了照片 請問一下毛茂南 跟 這個新郎 是 我要先強調一件事 我們不是去泡溫泉 我就是被你這種人害死了 我們是去吃飯 我有三個ABC朋友來 真的懶得解釋 今天是我結婚 你可不可以 更沾沾的啦 拜託你 但是他們要問他們要知道是同一個人 是同一個人 是同一個人 對 是同一個人 對對對 那吳音樂 從頭到尾都沒有廢紋 對 好無聊 好棒喔 都沒有廢紋 然後好好做好自己工作 跟爸爸在義能節的狀態是一樣的 Silly 我想問一下 那爸爸有哭嗎 有有有 一定也是哭啊 從第一排一路哭到 就是同學那一邊 全部大家都在哭 哭得滿感動的 然後我覺得 很有趣 因為我自己反而還滿淡定 然後大家都哭 我覺得我的個性應該就是 等今天一些結束 才會開始慢慢的感受 然後慢慢的哭這樣 那媽媽有沒有特別跟你說什麼 剛剛都是我在說 所以還沒有 還沒有到她 她只有說好漂亮 好漂亮 這樣子 很興奮 那你現在是男人 有什麼關係 可以跟她接受 比較好嗎 好啊 呃 她是 她是一個 很有趣的人 那她 她雖然也還滿幽默 但是她比較安靜 內斂 然後這就是 我非常喜歡 她跟我父親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呢 個兒又高 長得又很 真的是帥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也是跟我爸爸 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 唯一一個相同的地方呢 就是 她跟我爸一樣都很愛我 呃 但是沒有人可以贏得過我爸啦 我覺得我爸 跟我媽愛我的方式 跟愛我的深度 跟濃度 其實是沒有人可以比的 那 今天其實很有趣的就是 呃 在交手儀式的時候呢 就是 我爸就是一隻手指頭 一隻手指頭交 就他沒有打算 要一隻手放回去給人家 他就這樣一隻一隻 慢慢來 然後想說 有點捨不得 可是 新郎其實也是一個很有耐心 然後 呃 很願意分享自己的人 所以他剛在台上 其實哭得比我還要認真 對 我覺得很可愛 那 謝謝大家的關心 那畢竟他 就是一個素人啦 所以以後也不會 一直把他拿出來亮相 但是今天就是 等一下會 呃 預備 那個 婚紗照給大家 所以大家都可以拿到 漂亮的照片 會很清楚 很明顯這樣子 嗯 所以他今天沒有出來 受訪是因為害羞嗎 呃 我覺得一方面也是啦 今天 今天又這麼大陣仗 就是等於 呃 好像第一次 第一次見到大家 然後 我覺得 他可能會真的蠻緊張的 所以 我們今天就還是 先把他藏起來 這樣子 那今天他後面 會是第一位 我們在 比較想 對 你們想說 你們要散敬 你們去 你們去 欸 我覺得他們對我超好的 完全沒有提到任何 我需要 我需要擔心的地方 所以 他們只有確定說 會來吃飯好 OK 就這樣 然後其他事情 他們都會 settle好 我覺得 他們真的 呃 還 就是不太會讓我有這種壓力 所以 也不是一個那麼傳統的 家庭 蠻開明的 我也覺得 這個應該是 爸爸比較放心的地方吧 嗯 那憲哥不好意思 就是 噢 零 零零零零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需要知道我上次 驚奇的時間嗎 沒有 呃 我想你是誤會了 他們是在問我 哈哈 喔 這個做人挺路長 哈哈 我真的有想要看 你到底要是 什麼 喔 喔 天啊 四個好多喔 四個很多欸 我覺得就是 看看法 我也不知道 但我現在還沒有想生啦 現在就是 先好好的工作 然後好好的過日子 我覺得比較重要 沒有那麼急著要生 蜜月 蜜月就是好好的放假 嗯 對 什麼什麼 欸那憲哥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今年 明夜飯也是突然少了兩副筷子 那你的心情如何 對 因為也快要過年了 其實女兒結婚了 然後只有一個家庭 然後爸爸的心情當然是非常難受的 只是他沒有想到 我就正好住在他樓上 哈哈哈哈 他在九樓 我就十樓 所以 我們打一個天梯 那好像那個消防隊一樣 我可以咻 就下來家裡吃飯 所以OK的啦 這個 徐若瑄那首歌嘛 我們是白人的 要超越爸爸 對 因為是你的崩潰 對 要超越爸爸跟愛女人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看到我這兩位女婿 老二也剛結婚嘛 那老大這一位 兩個都很棒 一個威爾省 一個王陽開 不用講話 開 然後呢 這個都是非常好的孩子 然後在教會裡面認識 有這個機會成為一家人 我們就深層地祝福他們 我不會有那個啊 我的潮子會人馬越來越多啊 所以不用煩惱這些 但 我在 汪 誒